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車友朋友們好 歡迎收看這集萬福改車去 我是姚大 今天要拍攝內容是什麼呢 相信各位應該都拿到現在最新最夯的三倍真心券 登登 那不知道你們的三倍贈心券 會想要花在哪些地方呢 身為一個成功待車人士 當然是要花在改車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去把萬佛 做一些小小的升級 順便更換我最近在網路上買的一個小東西 我覺得很帥 裝上去之後再跟各位分享 今天升級的使用的心得 跟前後的差異 讓我們出發吧 天氣太熱了 GoGo直接熱上去 殺眼 嗨 所以第一次看頭是不是 對啊 然後我要去改裝 我要去車行 可以排嗎 可以啊可以排啊 OK 給我們聽完 暖和 那 你 有 這 前 轉 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站在我們身旁的就是PCB的老闆 沈老闆 我跟沈老闆認識的經過 是大概四年前吧 FORCE剛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16年的10月 FORCE剛出來 然後我剛簽車 車上第一個改裝品就是 沈老闆幫我安裝的 那是什麼改裝品 就是前移後照鏡 FORCE剛出來的時候 前移後照鏡是保釋檔 之前沈老闆是在保釋檔上班 生意超好每天都在裝對不對 我那時候去裝前移後照鏡的時候 也是前面排了三四個要安裝 在那個時候跟沈老闆認識 我記得保釋檔也是第一個把 第一把改上去 是用S妹的龍頭座去改第一把上去 那時候我記得在社團上面 保釋檔算是改FORCE的先驅吧 他是我的偶像 我每天在社團 我每天在社團 看到他的車就 幾乎是跪著看 真的要跪著看 不信你看 應該能改都改 全部都改 就倒叉 對雙疊 你是第一個嗎 BOSE BOSE雙疊第一個 然後OVER管 我覺得後來OVER管會 開始很多人重點是因為 我們這一群 對 我們這一群先開始改 效果比較好 真的嗎 效果會比較好 改六三頭 改六三頭 對 改六三頭我們測試起來 我一直以為 改那種管 就是一定沒有辦法 兼顧動力 對啊 可是那時候我們也就是研究一下 他的情況下 稍微改善 效果就好 後來我們就很久沒見面 然後你就搬到戲子去 那時候就去PCB 那時候位置是在戲子 有一次去戲子上 那時候就變成 杜卡迪的屁股 那時候就改Raveno 直到現在 基本上我傳動都是交給 本老闆負責的 今天來這邊的目的就是要更換 幻佛的傳動 很多人會以為幻佛有改動力 但其實幻佛沒有改引擎的部分 我只有改傳動 然後跟改電腦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進行 傳動的更換 這邊現在大家看到的是 DX宏韻 它也是輪介的老品牌 應該有十幾二十年的歷史 那這個是宏韻出的 傳動組合 這個的話是前組 那前組的部分 裡面內容物有 福利盤 福利珠 還有大彈簧 還有鴨板 那後組的部分 是碗工跟立合器 那這碗工是鍛造的碗工 今天的任務就是更換這兩樣東西 這個價錢 兩組加起來 前後更換 然後含工資大概是在7300左右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更換傳動吧 哇 喔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大家应该很好奇就是这两组有什么差异 然后在买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我需要的离合器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请沈老板来帮我们做一下说明 先讲传统的 其实传统的就比较简单 软弓 你看这里面是有划线的 相对的它会抓得比较紧 大概就是看皮的样子 我们把皮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呢会有一些铜的成分 金属成分 传统离合器做动方式其实很简单 我们在骑乘的时候 离心力带开这个小弹簧 网工会抓住它 这就是传统离合器抓住的方式 这原理大家应该都了解 再来就是材质上面的差异而已 大家可能比较好奇的是 今天Riverno到底是怎么样做动 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珠子 看到吧 这里有一个珠子 它也是靠着离心力把珠子甩上来 夹住导致它去带动这一块 网工 它的结合力 瞬间甩出去的力量会比较强 瞬间结合所以常常有人说改 Riverno会有弹射起步的感觉 你要先必须对抗到 上面压板跟下面这一块的 最大进摩擦力 瞬间甩出去 所以你会有弹射起步的感觉 然后Riverno另外一个好处是说 它的这些消耗品 中间这几个梨堤片 是可以单换的 还有珠子跟里面的弹簧 是可以做单换的 那单换的价格相对的会比较便宜一点 那我们一般玩传统晚工离合器 如果磨损掉了 我们就只能整齐把它换掉 长久下来这个会比较划算 可是它第一次单价就是比较高 这是一代的作动方式 那相对有人不喜欢坦射起步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塞车 回油再补一直来来听听 其实很容易烧焦 烧焦这个它的体片一脆化 其实消耗品就要换掉 虽然不贵2000多块 可是长久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魔号 所以它们出了一个二代 最大的差别在于这颗珠子 这颗珠子它现在是对抗近摩擦力 所以你要先对抗最大的近摩擦力之后 才会把它弹出去 那二代的方式它把珠子作为改变 做成一个同轴珠 用滚动的 所以相对的就很像我们的轮胎 像一个培林在里面的感觉 它不用对抗最大近摩擦力 就是直接很滑顺的直接滑出去 所以有人说二代没有弹射起步 可是接合比较顺畅 差别就在这里 然后再来是二代的材质 晚宫的材质也有做改变 它做镀铬的会比较耐用一点 一二代差别大概就在这里 相对各有所好啦 唯有客人是喜欢一代的感觉 所以一直换一代的耗材 那也有人喜欢二代比较顺畅的接合 那就是换二代 或者是传统 因为传统其实也是蛮好玩的啦 其实各有优缺 就是看自己去怎么决定 大概是这个样子 最后提供一下价位给大家参考一下 像右边我们今天换的这个 宏运的钻造完工离额器的话 它价钱是不含工资3300块 左边这个Revenor的多片式离额器的话 是7200 也是不含工资的价钱 二代的价钱是8800 跟一代价钱差了1600块 但是二代开始减少 寒色起步的那种感觉 顿挫感会比较小 就看大家怎么取舍 每一种离额器其实都有它喜好的读取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片头一开始有说 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个小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请看 没错 相信老司机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 Motocross出的CNC的油杯 整个感觉还蛮有质感的 这一堆油杯新的一颗好像要一万多块 这个是一个NCY的业务卖给我的 感谢NCY的这个业务格爱 它上面还有蔡尔螺丝 感谢格爱让我可以帅一波 等一下我们就请师傅 直接帮我们装上去 换掉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 现在这个油杯 它虽然很好看 它是REVUMA 液晶绝版 现在买不到 可是我还是觉得油杯 它在低一点的位置会比较好看 刚好收到这个MOTOCross的油杯 直接来更换一波 现在油杯装好了 整个超帅的 没有油管其实感觉更俐落 超级无敌帅 接下来我们就去试一下传动 整个骑起来感觉变得很顺 REVUMA多片式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顿挫的感觉 到接合的那一段 它会有个洞 顿一下 换掉之后 其实那个感觉就不见了 现在2.0的REVUMA多片式离合 它已经克服了这个部分 2.0的它的顿挫感会比较小一点 骑起来感觉会比较顺畅一点 刚换完还需要一段时间磨合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磨合完的一个感觉 我现在换完我骑起来 是感觉好奇非常多 今天影片差不多到这边 就告一个段落了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我发现我回不了家了 因为他妈的下暴雨 这个雨完全没办法骑车啊 天啊